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林惠蘭前往上海 出席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週活動 科技週其中一項亮點活動 細博護港綠色科技合作與發展機遇論壇 林惠蘭在開幕典例上表示 論壇能夠提供極佳的平台 讓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精英 和上海業界分享及切磋綠色科技 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及前景 發展綠色科技既是環保政策 也是產業政策 當全球都面對環境的挑戰時 誰先掌握和找到綠色科技發展的趨勢 與願景就有機會開啟 無限商機 論壇開始前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和上海陽浦中央社區發展有限公司 創之天地 在林惠蘭和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 及其他嘉賓的見證下 簽訂了合作二項書 志在加強雙方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合作 另外林惠蘭在動漫畫聯會會長旺玉朗的陪同下 參觀在上海港會廣場舉行的香港動漫嘉年華 並獲贈特別為動漫嘉年華所設計的卡通人物筆筆 科技州另一項重點活動 由兩地的數碼娛樂業界 在9月16日下午舉辦的 護港數碼娛樂精英會論壇 交流心得和分享經驗 科技州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參與2010年上海細博會的節目之一 目的是推廣香港最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及數碼娛樂 香港參博工作室組小李報道